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三大电台KBS,NBC,SBS 每年年底都会举办大型的音乐节目 而今年出道后收到很多人气的女团 Lisrape Nujis 会出演KBS,SBS的节目 却不参加NBC卡油铁结家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部分网友们应该知道 海埔旗下的Lisrape Nujis 不参加NBC音乐节目 是因为201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导致的 当年旁团从中的 因为美国时代广场演出行程 无法参加NBC的卡油铁结家 虽有邀请过事先录制 但是NBC电台一直坚持要求出演节目 导致错过了时间无法事先录制 结果NBC就单方面的取消了 海埔旗下Tomorrow by Together与尤家庆古的出演 当时舆论的反应是 为什么NBC与海埔的矛盾 要让Tomorrow by Together与尤家庆古受害 这不就是NBC在耍大牌吗 当时NBC否认了耍大牌争议 之后在2020年2021年 海埔旗下歌手都没有出演NBC的所有音乐节目 甚至在2021年 海埔旗下歌手们与NBC卡油铁竞争同一天 举行了演唱会 对此12月20号NBC对媒体表示 NBC一向都是努力邀请各种风格的歌手 我们随时欢迎海埔旗下艺人们的出演 希望能在各种综艺节目见到 而海埔则没有做任何反应 跟PamTan一点关心都没有的其他组合 舞台都准备好了 不只是歌手 连一起准备的工作人们也受害了 只为了他们自己解气 在日期快到的时候 单方面的取消出演的就是你们NBC 不是不想和解 只是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报复性的事情发生 但是NBC就是不想答应这些 所以没有正式邀请过 都这样了还每年都报道 我们的门是打开的 只要HIP你们低头进来就可以了 这种杀眼的新闻 拜托 各自走各自的路吧 随时都欢迎 看这个态度 先道歉吧 混混们 不出演NBC的舞强运动会就觉得很好 希望以后NBC也不要向HIP道歉 但是就算没有New Jeans 里斯坦评也没差吧 反正有很多其他组合 对于New Jeans 里斯坦评不参加NBC 开与的取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CT107 韩国粉丝对外国粉丝 斗鸡事件 在NCT107 Punch打歌期间 SEM上传了一个投票表示 NCT成员们会以粉丝们投票最多的风格 拍舞蹈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选项 CT高中 棒球部 CT上社 CT农场 CT村庄 而韩国粉丝们都以为 当然是棒球部不看也知道 但是农场票数遥遥领先 结果发现 外国粉丝们大部分都投了农场 这理由是因为 外国粉丝们印象中的农场是这样的 所以韩国粉丝们就开始告诉外国粉丝们 韩国农场是这个样子 但是始终都没有说服成功 不过 在成员亲自透露希望是棒球部后 棒球部终于拿下了一位 诞生了这部帅气的影片 对了 这次NCT30的新曲Candy 也拿下了美容音乐榜的一位 反应非常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我是不是要在IG cover一下Candy呢? 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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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我现在准备了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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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好 我们来接下一下 我接下来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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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